同学们好 咱这次接着来聊我参加这么多年 这电影的配乐的故事 我写的第二段配乐就是这个陈建夏他这个考试 没考好 然后非常郁闷 然后郁闷郁闷到这个晚上睡不着觉 出来那个狱中曲 这段算是比较重音乐的一个部分吧 然后当时其实他提出的要求就是说 是一个要有舞蹈性的音乐 然后呢可以稍微有点那种俄罗斯苏联的味 因为这个场景好像是在东北哈尔滨那拍的 然后我这人呢又特别爱废物利用 就只要我想出来主题啊 就是这儿用不了 我总在想办法在这儿用了 上次我不是给大家放过一段被废掉的这个主题吗 我就觉得这个拉扫西法米伊的这个尾巴 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挺吸引人的 然后我就想要不然我把用它作为一个主题 给发展成一个小的原舞曲 于是这就成了后来整个这段跳舞的那段 原舞曲的一个核心的动机 在这之前呢有一长段是他就是比较忧郁 然后在床上心事很多的这个场景 然后我就还是废物利用啊 把之前的这个主题 和声一变变得稍微忧郁一点 然后就成了差不多这个样子 有了这个主题的开头 我当时就是觉得我特别有灵感 然后我就是一气呵成 把这一整段的音乐都写出来了 说话我现在在听我还是挺喜欢这个第一个版本的 因为它整个剧法特别清晰 而且都还能很巧妙的和电影里边的那些关键节点都对得上 真的就是像一个小的钢琴携奏曲的感觉 陈佳佳 你是你们县里第一名吧 你怎么会认识十四班那个小红伙 他还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不是 没有没有 我跟他不熟 我跟他也是 在 amend Ste �iß 讲exem 哎 我跟你说 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不能太乍眼啊 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不能太 Zoom ses 你 Ŷ 你咱们现在的一 strang 啊 嗯 咱们讲一下 但但会不会 Husk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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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哎我跟你说 女孩子一个人在外边不能太乍眼啊 你要是学习跟不上也别逞情 你是女县里第一名吧 他见乡有出息啊 搞了个现状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如果同学们都坚持看到视频的这儿了 我也给大家再来一个小彩蛋 其实我还写了另外一个场景 虽然最后没有被采用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其实心里也是知道 确实可能我写那个版本不是特别合适 但是依然是我每次听到这个音乐 我还是会比较会心一笑的这种感觉 我在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这个彭剑夏第一次跟李然牵手的这个场景 我第一次看这个场景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点笑出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不是一种我觉得他搞笑的那种 而是就是觉得这个场景 就他真的有很多小孩谈恋爱的时候的那种很可爱的感觉 然后这种感情的其实是就是非常强烈 但是强烈当然也有点傻 但是这个傻里边又很可爱又很真实 我当时就是想捕捉这个感觉 然后我就写了一段 我觉得是我迄今为止写的 少女心最强烈的这段音乐 就是这种情感要从心里边溢出来的这种甜 听起来是这样的 腿里哪见过什么名牌啊 觉得自己认识起的名牌特厉害啊 李然你不至于吧 我们就是开个玩笑 人家陈建夏都没说什么 没抽什么 他没说什么 可是他脾气好 我脾气不好 你现在有什么物料 建夏 您什么关系 关你们什么事啊 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什么关系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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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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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可能会让人笑出来 但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带出来初恋的那种 你说是纯的或者是激烈 或者是甚至说有点傻傻的 但是这种可爱的情感 好 那我的关于这么多年这个电影配乐的故事 就先分享到这 那我也希望我将来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 能给电影配乐的机会 通过这样写作去学习 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效率的 而且在那个deadline那种压迫的感觉下 这个工作效率其实也会自然而然的提高 那咱就先聊到这 下回再见